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调剖 这次我们会用Fresh做一条简单的Animation 用这辆蓝色的Bubble Check 走这条烂鬼的路由左至右走过去 首先我们已经为了这次动画做了几层Layer 第一层Layer是背景 草地、烂地 第二层Layer是车 第三层Layer是车胎 车胎只有一个 因为转过头会有更多一个 首先我们将车整个挖 然后按功能8 把它变成一个Movie Keep 好了,会见到一个蓝色框包住它 这个时候我们把之前画好的车胎 Ctrl-X 然后按一个Movie Keep 连按两下 你会见到进入了Movie Keep 然后这个就是本身的车 我们开多一层Layer 在上面我们放一条Layer 上去 好了,暂时只有一条Layer 这样吧 这样吧 我们选择了一条Layer 然后又按多次方法 把它变成一个Movie Keep 好了 我们再重复它 会见到是炸开了 由Sense炸开了第一层Layer 的Movie Keep 里面再包住第二层Movie Keep 可以在上面 知道它进入了第二层里面 这样呢 这个车胎呢 我们又按多次方法 把它变成Movie Keep 因为有些工具 要把它变成Movie Keep 可以使用的 好了 变成Movie Keep 那我们想它有一条Animation 当它是走20格 这样 登场5 走20格 就会转一次 将它变成 在这条Timeline那里 按Ride Kick Create Motion Twin 再变成Movie Keep 第一个 那整条会变成 蓝色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去到20格的时候 车胎呢 就顺时针地转多少次圈呢 转一次 这样 打个1字 Enter 然后转一次 这样呢 上回上一层 把这条车胎 Copy多一个出来 再上回上一层 再上回上一层 这层包含不住呢 是车 和两个车胎 再上回Sense 那层 那我们把车搬到画面中心 按按Cmd Enter 好 就会见到 两个肉肉酸酸的车胎 都不断转 OK 转回去 我们现在呢 就要做车由左手边 接着这条路去右手边 我们当整体要走80格 按长时间 这层已经没用了 因为刚才这层是放着车胎 现在车胎已经copy 在车胎里面了 所以这层是没有东西的 是没有东西的 可以删除它 好 现在有车 有条路 我们当它80格 所以我们就断80格 按下Shift就是上下两项 再按Function 5 好 把timeline加到这么长 那背景不需要理会 上面那层照刚才一样做法 right kick create motion twin 好了 駕车由1 走到80 我们首先做到头尾先 首先駕駛第一格移高一点 首先駕駛第一格移高一点 移高一点 OK 好了 最多80格 把駕駛移到外面画面 你看到多了一条Curve 这条Curve 就是让你可以控制 駕駛駛駛駛接着的Path方向去走 如果我们现在就按一下Enter 去分第一格 按Enter看 駕駛就会顺滑走 但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所以 我们就要分布它 好似当去到 这个55格左右 我们想它低低一点 在这格上 按Function 6 再按着駕駛 移低它 它会斜落斜上 如此类推 回到这格左右 高位 Function 6 移高架尺 好了 这样 它就有一个折线的Path 有一个折线的Path 我们想它 动得再自然一点 我们走到橙色这条线 你可以看到 Cursor不同了 有一个弯弯的曲线 平时是没有的 走过就有了 我们可以轻轻改变它的曲线 好 好了 按一下Enter 看看 駕駛 駕駛就会走 好 我们现在按个Cmd Enter 完成了一个简单的Animation 车可以由左手边到右手边 而这次 希望大家学到的重点是 除了可以用这条Path 除了简单做一些曲线的移走之外 移车呢 将一个大的Movie Keep 包住小的Movie Keep 车胎 任何时候你移动駕駛 它里面的Animation 都跟着一起走 如果你把车胎和车分开 放在最外面 Sense的这层 车还车 胎为胎 每次你修改动画的位置 就会变得很痛苦 我们现在就很简单完成了一个简单的Animation 希望帮到你们 多谢收看《香港调剖》